女性强迫男性发生性关系是违法的吗 40岁的单身女韩女士跟朋友喝了点小酒 晚上回到家里发现门居然是开着的 借着点酒劲呢悄悄推门一看 发现有个小伙正着翻箱倒柜偷东西呢 结果呀没等着小伙子反应过来 就三下五出二的把小伙子给制服了 但绑上之后定睛一看 嗯这小伙子长的是一表人才呀 韩女士没有第一时间选择报警 而是借着这个酒劲呢 居然把这个小伙子呀直接给强办了 然后直接让他走了 结果这小偷不干了 他越想越委屈 直到了派出所报案呢 你猜怎么着 我国法律规定女人强迫男人是不构成强奸罪的 最后韩女士被警察呢教育了一番 放走了 而小偷反手被抓了 为什么呢 因为入室道歉啊 可是重罪 你觉得这一表人才的小偷 他愿不愿啊 读懂民法典不吃雅八亏 它是中国唯一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 被称为民权保护之母 也被称为社会百科全书 您的世贸病死呢 都离不开它 感谢您的客里 久不 streaming